亲爸爸阿尔斯兰卸任CBA81队教练后,阿尔斯兰现在打成这样了提起阿尔斯兰相信很多关注CBA的球迷应该不陌生,曾是CBA81队的教练,也是前国家男篮的球员,当年从国家队退役之后,就担任了81队的教练,今年卸任了,担任国家篮协副主席。 他的儿子阿尔斯兰也是81队的一名球员,阿尔斯兰自从14年进入81队之后就一直在父亲手下打球,从出入联盟的懵懂无知,现在已经成为81队的主力球员,每一年都有进步,因为是父子当就一直备受关注。 大家都知道81队这几年的战绩很不理想,基本上都是联盟垫底的球队,当然这也与81队本身不引进外援有很大的关系,上赛季阿尔斯兰的场军出场时间是23.1分钟,场军能够拿到8.3分,2.8次助攻和1.1次抢断。 对于一个联盟的四年级球员来说已经算得伤势合格水平了,这个赛季阿德江不再担任球队教练,由前81队攻勋球员王志志接管球队率应,阿尔兰斯的出场时间略有减少,将是20.4分钟,但他的场军得分,反而增长了0.6分,2分球出手减少,3分球命中率反而增加至40%,但同时助攻失误比增加了。 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,本赛季阿尔兹兰似乎更加赶出手了,整体表现是要优于上个赛季的,可能是没有了父亲在身边,他更加放得开了,去年81队38场,比赛只赢了三场,在今年14场比赛已经赢了三场,路还很长,加上今年也进入了国家队大名单,阿尔兹兰的表现机会还有很多,希望他能够抓住机会, 取得长足的进步 因此,可能会让他从前一边关上高,不可能会有很长,不可能会有点长,不可能会有很多,这一边不可能会有这个不同的东西,为何我现在能够抓住机会,